PACE省府今日公布针对具有专业技能的移民进行的公众咨询结果 最为国际资力认证立法提供指引 为新移民改善获得资力认证的程序 留言为报导 省府今日公布 名为我们所听到的报告 超过1450人参与国际资力认证公众咨询 劳动力发展省务厅长梅思安 今日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 收到报告后正在起草立法 以制定一个更公平为省民服务的系统 这份报告指出8个需要改善的主题 包括简化流程并缩短时间 改善信息可获取道 一致性和透明度 探索资力认证的其他途径 探索根据弹性的方法 以证明语言能力等等 梅思安期望能消除带来障碍的繁文育节 指自己听到很多国际专业人士 在资力认证过程面对不公平和非必要的障碍 新时代电视留言匯报导 好 好 好